台湾继承车驾驶暖心协会长期关怀弱势继承车司机 今年举办因为有爱你不孤单 让爱散播全台湾徒步环岛活动 协会秘书长李永瀚与黄少谷王国春等问家们 在5月20日一同走完最后一礼路 圆满结束长达35天的关怀之旅 这35天我们到了全台湾 司机最多的地方跟司机一起会合 一起见面 甚至很多司机一起参与这个活动陪我们走 让司机朋友们能感受到我们协会对司机的关怀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我非常高兴就是说企业不只是做企业 那还可以做一些能够关怀社会 尤其是我们能力所及 最起码在计程车这个产列这个领域里面 有一些需要我们关怀的 我们以前只是在我们自己计程车 台湾大车队里面 现在我们透过软心协会把它扩大到全台湾的计程车 我希望这个协会真正能够做到是实实在在帮忙 真正有需要协助帮忙的这些司机朋友们 在台湾大车队斜杠担任多元计程车司机的全方位艺人 黄少谷也一同参与活动 陪伴问奖们完成最后一礼路 斜杠担任计程车司机的他也分享自己成为问奖后的故事 做了这一份行业驾驶的工作 我才发现说其实可以到很多地方 那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状况 有一次我开车到满晚大概凌晨三点多 然后那时候我开车要回来我们这个总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一个阿公 一个人影 他就躺在地上 那我就那时候就是第一时间想说 这个人应该喝醉 那我那时候就停车下来 想说要不要帮助 我后来是请派出所的警员来这边协助 这有点像是我们老先学一直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在需要关怀的一些司机大哥 那在社会底层上也很多人都需要帮助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跟这个排弯走透透 然后可以把爱传出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相的事情 到这边之后 其实有很多问奖大哥 甚至于说我们理事长 或者是我们总经理 或者是总事长 他都给我很多的关怀 那也给我很多的帮助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我要很谢谢 台湾大车队很有家的感觉 计程车司机们不仅仅是提供交通服务的工作者 许多问奖也投入社区关怀与公益 与暖心协会一起为社会尽一份心 我们司机朋友可以自己来关怀自己的群众 今天来到现场 这些都是司机朋友们 他们志愿自发 牺牲了他们在外面可以工作赚钱的时间 愿意来支援这样的一个活动 台湾大车队的董事长在幕后 默默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不是只有第一年 而是长期以来都一直支持在这些司机朋友们 相关的这些社会照顾的活动 我相信暖心协会不止只有今天 他的未来长长远远 他也透过这些司机大哥捐时间 能够帮助更多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台湾问奖平均年龄偏高 长时间在车内工作 健康容易出现问题 进而影响生活 更有许多中低收入户 重病独居的司机需要关怀 暖心协会希望民众能关注相关议题 一同帮助需要关怀的计程车司机们 最有爱 你不顾能 让爱算拨全台湾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道